不用多就一颗就行 哎呀妈这球冲的 哎呀哎十四最后的希望啊 终再来一颗 我们看这局面啊 这大号球 十三十五不好打呀 这十号还厚实诺 这球估计得重录了啊 手架不得劲啊 抬高一些小力推 溜达溜达就进了这十号球 行啊 十三这个角度点大啊 咱们这个高杆的话 容易撞到四号球 给一点右侧旋转 避开四号球下来 下来之后呢 咱就看一下十一得劲 还是九号得劲啊 因为库边那个十三十五 现在不好打你知道吧 你包打的话 打整就得配球 那这个九号这个角度 刚刚可以高杆啊 高杆应该会踢到 上方的五号球啊 踢完五之后咱们看效果 有的时候运气 也是实力的一部分老铁门啊 呃这球踢的效果 只能说打六十分吧啊 呃十五中带大了度可以干啊 这球带着第一杆的话呢 注意出关的速度啊 可以白球吃两到三阔 再弹上来 叫十二啊 咱们看一下力感啊 呃这个球有点磕磕磕磕磕的啊 撞了好几颗球上来了 十二号的中带还是可以干的啊 高杆小力推 顶一下一号球 如果能停住就打十一中带 如果停不住往前走就打底带 呃你看看这球正合我意 十一号底带刚刚可以打 高杆啊 高杆 中立 顺推 出直 两步 黑八出来细位 走步戏算我的 啊老铁们 看这细位 一个大低竿 走 感谢老铁支持 双击观众 谢谢 点个关注吧